什麼人民同意 還是什麼 安全 廢話 跨南北酸前戰友 柯文哲搶聲量 但也同時一句話 打死了民意 你現在問我 我也沒有答案 這個是蠻難的題目 那你問我的話 我有時候想說 算了 就認賠殺豬 四個字帶過核能爭議 但原本的核四三千億資產 恐怕變負債壓垮台電 最後全民買單 看看2018年年底 才有將近六百萬人 投票反對非核家園 以54.42% 壓倒性通過公投 難道通通不算數了嗎 重點是我們不缺電 所以缺電是一個假議題 重啟核四 或是核二核三場的研議 都在技術上非常艱困且不可行 台灣任何要重新興建啟動 它都要符合安全標準 我們有點遺憾 它的能源政策的第一步驟 不是開採油田 上上下下跳出來 服務院黨聯合 對韓國瑜出重手 嘴上遺憾 但恐怕更遺憾的是 台灣的百萬選民 民進黨顯然忘記在去年公投 以核養綠事實上是獲得超過半數的民眾的支持 那麼民進黨的施政是完全沒有遵照公投結果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已經不配再稱為民主進步黨 真的是民主退步黨 唯一對於核能沒有信心的就是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不管是現在否定韓國瑜或者是否定去年的公投的民意 其實在在的都是自打嘴巴 尤其過去在野的時候 民進黨不是號稱最想要直接民權 最想要尊重公投的人嗎 選民決策成參考 如今韓國瑜跟著決策走 卻成服務院黨攻擊目標 到底誰才是真正傾聽民意 選民自有公平